主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圣马尔谷福音八章十四至二十一节 愿耶稣的故事 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候 门徒忘了带饼 在船上除了一个饼外 随身没有带别的食物 耶稣嘱咐他们说 你们应当谨慎 提防法里塞人的教母 和黑洛德的教母 他们彼此议论 他们没有饼了 耶稣看出来了 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议论没有饼了 你们还不明白 还不了解吗 你们的心仍然迟钝吗 你们有眼看不见 有耳听不见吗 你们不记得 当我曾掰开五个饼 给五千人的时候 你们收买了几筐碎块 他们回答说 十二筐 还有七个饼 给四千人的时候 你们收买了几栏碎块 他们回答说 几栏 于是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还不了解吗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把爱主爱人的态度 和行动 放在生活的第一位 为什么呢 在今天的福音中 耶稣连续向门徒 说出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 不是普通的问题 而是一种责问 责问他们的心 仍然迟钝 他们有眼看不见 有耳听不见 只想着没有饼吃 该怎么办 有没有饼吃 和保护自己与天主的关系 两者 哪个更重要呢 面对法利塞人的教母 和黑洛德的教母 耶稣 祝福说 应当谨慎和提防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教母 能破坏 人与天主的关系 远远胜过 肚子饥饿的后果 所以 耶稣的三连问 就是希望激起门徒们 要谨慎提防 自己与天主的关系 遭到破坏 而不要只为 有没有饼 而操心忙碌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是整个生命 和人生历程中 非常重要的基础 我们常常 因为没有安排 每天祈祷的时间 养成定时定点的习惯 逐渐在信仰内懈怠了 感觉离天主越来越远了 或者在工作中 被外在的环境影响 对自己的信仰 形成了冲击 使自己产生了疑惑 从而放下了信仰 沉迷在人际周旋之中 还有很多生活经验 可以让我们明白 我们很快的 我们很快地选择了一切 唯独放下了 信仰的生活习惯 信仰的生活习惯 可以保护自己 与天主的关系更紧密 若我们放下了信仰的生活习惯 就会慢慢地减少祈祷 导致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越来越淡漠 越来越浮浅 最后只剩下个 徒有基督徒的虚名而已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每天关心 自己与天主的关系 这是最重要的事 面对各种破坏信仰的教母 不要有眼看不见 有耳听不见 更不要一心只想着 有没有饼吃 而失去了最重要的 愿天主祝福你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